开出去才这么短的时间 没有理由的给客户退 这是应该的 其实奔驰也是在积极的处理 但是它有一个流程 只怪我们的这个速度太慢了 迟到的解释 满嘴的谎话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4月14日星期天 这里是银雀之光 展现大洋桌的春北城彻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我是独立自媒体人岳哥 西安的这位王女士 所经历的一切 应该说很有典型意义 那就是在30岁的时候 你买了一辆车 那么你要小心 它有可能爆胎 它有可能正在漏油 它有可能因为内饰物超标 而造成得癌症的风险 你可能开车开不到40岁 而这一切风险 不会因为你青春靓丽 不会因为你是女研究生 也不会因为你手上有大把的现金 能够砸一辆60几万的豪车 而发生改变 这位王女士 如果不是用她所谓的丢人的方式来讨说法 她最大的可能就是开了 换着发动机的60几万的新车 回家去 为什么呢 第一点 这家经销商店大欺客 西安立志兴公司背后的法人是马来西亚华人 严建生 他今年63岁 西安立志兴公司只是严建生先生 在中国投资的很小一部分 公开资料就显示 严建生作为法人代表的4S店 多达五六十家 当然 严建生先生很大概率是一位经理人 因为他很有可能是代表香港利兴航公司来持股 来管理这些大陆的4S店 严建生先生就从1996年开始担任香港利兴航公司的执行董事 如今已是23年了 现在利兴航公司的出厂就能够引发出王女士 她的投诉为什么得不到回应的第二个原因 那就是奔驰公司的生产商和在中国的营销商沆瀣一气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香港利兴航公司的首业 这家公司成立于1972年 主要业务有五大板块 涉及到房地产 国际贸易 金融投资 汽车及机械代理销售等等 这其中汽车的分布开始于1993年 它最知名的业务毫无疑问就是销售奔驰了 利兴航公司把奔驰的乘用车销售到中国大陆 台湾 韩国 英国 德国 澳洲 越南 和柬埔寨 它的效益非常好 是奔驰公司在亚洲和欧洲最大的经销商 利兴航公司成功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个简单直观的数据 那就是2018年 奔驰品牌在中国的销量达到了65.3万辆 而利兴航公司售出的车辆比例大概在40%到50%左右 29万1000辆 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数字就是利兴航公司在2017年售出的奔驰乘用车数量 业绩辉煌的公司背后的老板就是马来西亚排名第四位的华裔富商刘楚群 又名刘宇策 他今年84岁高龄 个人资产在34亿美元左右 除了香港的这一家利兴航有限公司 他在马来西亚还拥有三家上市公司 主要业务就包括棕榈油的生产 肥皂生产 金融投资 采食和建筑材料 化肥制造 以及石油的开采 因为利兴航的空前成功 奔驰公司在中国和亚洲的销售都非常倚重 这家公司在中国大陆 2005年9月就成立了梅塞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在七个董事里 利兴航公司的代表占了三位 这其中就包括颜健生以及刘楚群 其中颜健生是董事 刘楚群甚至是董事会的主席 他们透过名池有限公司 在奔驰中国销售公司持股比例达到49% 这一比例在2018年前后降到了25% 但颜健生依然是董事 刘楚群仍然是董事会的主席 利兴航公司和奔驰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特别是到了2018年5月 奔驰公司的母公司戴姆勒公司收购了利兴航15%的股份 目前价格信息尚未公布 这就意味着在奔驰中国区利兴航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一点他是经销商手上拥有众多的4S店来销售奔驰的品牌乘用车 第二点利兴航在很大程度上又代表了奔驰生产商的利益 一方面刚才提到了利兴航公司的高管 透过第三方公司明驰公司在奔驰中国销售公司占有了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戴姆勒公司已经入股了利兴航公司 简单的说利兴航公司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它又是奔驰的生产商又是奔驰的销售商 那么当王小姐购买的这一款CLS出了问题的时候 西安的这家4S店采取托字局 而奔驰中国也一直坚默不语也就很好理解了 财富任性财富贪婪 而生产商和销售商的交购放大了这种任性和贪婪的恶果 王女士维权的艰难固然与资本的强势 固然与奔驰的这种经营管理模式有关系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管的缺位甚至说是失败 王女士就多次提及她打110没人管 打12315没人回复 那么这个时候公权力的监管在哪里呢 这里头还真是有法可依的 比如说根据商务部2017年7月1日开始实行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其中有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强调要加强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具体来说供应商和经销商是售后服务责任的双主体 不知道西安方面的监管部门为什么不抓住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来做文章 来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利兴航公司和奔驰中国销售公司的那点关系 难道监管部门不知道 哪里的资本都任性 不管是德国的中国大陆的还是大马华人的资本都是一样的 所以公权力的介入干涉 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 西安的官方在4月14日凌晨就公布了处理结果 要求退车退款 不过很快又删除了这条微博 他们内心的挣扎毫无疑问会引发无限的联想 我打腰人家不接 我打工商局不接 这就是中国的中产 在西安你手里挥着钞票 钱还没付出去 那你是爹你是娘 钱一付了出去 你秒变孙子 如果你运气不好 你就是流眼泪的龟孙子 你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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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的